对于张震来说 书琪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他们曾经是大家眼中最应该在一起的一对 但后来却成为了前任 可以当伴娘的那种关系 今日呢两人再度合作的电影 刺客 聂尹娘是来到上海做宣传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张震也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们 书琪简直就是她人生的导师 当天发布会 虽然书琪有事没能够来到现场 但是包括侯孝贤 张震 周运在内的三位 还是乐于和海报当中的书琪 来一张隔空合影的 当然说起书琪 张震似乎是其中最有发言权的一位 他对我来讲就是其实蛮重要 我会一直做这个工作 其实跟他有很大的关系 十年前张震和书琪合作了最好的时光 自那以后两人默契十足传了绯闻 但最终通通转化成了友谊 如今的张震已经从当初的漂泊不羁 变成了拥有家庭的成熟男人 采访当中他也特别感谢书琪 在这十年当中发挥的功不可没的作用 他说如果你做这个工作 你没有得到快乐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 那这句话在我就是 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开始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就一边去摸索 说我在这个工作里面 我可以获得的是什么 天乐在线上海独家采访 谢谢大家